英国广播公司网站8月22日援引共同社的报道称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6月下旬左右曾向日本政府高官表示 如果派遣自卫队参加美军在南海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 那么日本就是跨越了中国不可退让界限 中方对此绝不容忍 有分析指出 程永华上述言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在否定中国在南海主权主张的海牙仲裁庭 裁决结果公布前 通过加大对日施压 阻止日本干涉南海问题 6月9日时任外务事务次官的詹姆昭龙 因中国海军军舰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 召见程永华至外务省 告知若军舰进入该海域 则将采取必要行动 该发言可被视为暗示将出动海上自卫队 有外务省官员指出 程永华上述发言可能意在抗衡詹姆暗示的日方不可退让的界限 更多精彩新闻 近在今天的参考消息 我们下一次的参考消息 转发愈到大体级 3星辈里面 几回省 在参考的万一 这个参考与白 今天我们下一次的参考 我们下一次参考